双缸车里同步的好听还是异步的好听 咱今天做一个对比 同一个品牌旗下两款不同排量的车型 咱先说一下这个贝纳利的502X 这款车从2017年正式上市之后 那个声音大家伙一直说贝纳利中国好声音 来听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同步双缸的声音 稍微热一下车大家会听听声音 个人感觉非常的浑厚 其实我之所以选择贝纳利的502X 那个时候很大一方面的原因 也是除了外观之外 就是这个声音吸引了我 接下来呢咱再试一下702 702虽然在排量上是要比502大的 配置上也要比502高 简单来说702的性价比是要比502要高一些的 但是我感觉它的声音 我先不说我感觉吧 你们自己听听这个声音吧 我怎么还听到有一个放炮的声音 可能这个车试驾车被遭的太猛了 正常来说 个人感觉在502和702相比较起来的话 702的声音不如502 但是还有一个车不如702的那个声音 你们知道是哪一个吗 就是大家伙俗称的那个炒沙子那个声音 知道这个车型的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 谢谢大家